今天继续我们后面四节的内容 昨天讲的东西都是公司财管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是现金流的计算 然后到WACC的计算 然后我们这一章开始是在谈杠杆 这张图就是阿基米德 谁说了什么给我一支杠杆够长我就可以撑进这个地球 所以古人就画了这么一张图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的杠杆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支点 但是实际上在财务上面用的时候 我们来谈说我们的杠杆实际上的含义 杠杆实际上含义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知道杠杆的第一个含义是风险 那风险我们分之为企业风险跟财务风险 那企业风险我们又分为业务跟营运 那我很快的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所谓的风险在财务上面来讲就是波动 在大部分的地方你谈到的风险谈的就是波动 在财务以外的领域里面大陆大部分讲风险指的是发生了一件很糟的事情 那但是在财务的世界里面的话风险代表的是波动 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财务的人来讲很糟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很糟 股票大跌不一定是很糟那是看你赌的是哪一边 如果你赌他跌的人股票大跌对你来讲就是好事 所以对做财务的人来讲波动基本上我们叫做风险 风险代表是波动大但是方向不一定是绝对的 但是对财务以外的人来讲通常我们讲风险都是指发生一件坏事的可能性 好那业务风险指的事情是在市场的波动市场的波动 市场的波动我们称之为这个上面的这个第一个业务风险 好这个为什么我的笔没有跑出来 好没关系这个市场风险指的是上面的第一个 好就是这个这个业务风险业务风险就是市场的变化 我们用比较这个财务报表的角度来说 他指的就是你的营业额的就是sales或revenue的这个变动 我们称之为这个市场的业务风险 那市场的业务风险会带来营运的风险 营运的风险用财务报表的的词来讲 好这个地方应该写是operating risk 营运风险指的事情是就是当市场变动之后 我的获利尤其是税前席钱获利的变动 或者是税后的获利的变动 这两个事情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增加10% 我的获利大概会增加百分之多少 不一定这个第一部分就叫做杠杆 杠杆跟你们平常在电视上面听的杠杆有点不一样 听到你们电视上面听杠杆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借钱借的多了就是杠杆比较高 那我们在财务上面学的不完全是这样 好第一个我们会先学第一个杠杆就是当我的营业额变动的时候 我的获利会跟着变动 如果我的营业额变动百分之十 我的获利变动百分之二十 我的杠杆就会是两倍 好那大概的状况是这样 所以这个各位大概要有这样的概念 公司的获利的风险比他的市场的营运的风险来的大很多 好这个就是第一个杠杆 然后呢我公司的获利变动转换成真正股东拿到的钱 好我们通常谈的是EPS 真正股东拿到的钱就还有一个一次的杠杆 这个东西也是变动好 用呃换一个这个我们再重来讲一次 如果公司今年的获利比去年多5% 股东的EPS可能会增加不止5% 反过来公司的获利比去年少5% 股东的EPS减少的可能也就不止5% 那如果再把EPS转换成这个股价 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公司今年的营业额成长5% 他的获利可能成长10% 他的EPS可能会成长30% 他的股价可能会跟着成长30% 所以最末端的营业额其实变动只有一点点 但是在股价的波动会非常的大 这一层又一层的放大的过程 我们称之为杠杆 那这个过程跟你们平常在电视上面听说我钱借多了杠杆就比较高 方向是一致的 但来源不是这样的 你钱借多了 你公司钱借的多 就会造成我刚刚讲的效果会放大 我们待会会讲到 所以财务杠杆就是我公司借了很多钱 借了很多钱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如果获利增加1% 我的EPS可能会增加超过1%很多倍 这个部分是来自于界限的关系 这个我们待会会提 所以这个是各位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提到的几个名词的解释 然后我刚刚讲的意思我们用财务报表来看就是这样子的一张图 这个左下左边呢 左边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有点被遮到了没有关系 你们的这个教材上都有这张图 想象一下公司的营业额今年成长了 从4块钱成长到我这样子几块钱 4 5 6 7块钱 公司成长了多了这个3块钱 多了3块钱的总共的营收 这是一个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 第一个扣掉的东西是变动成本 我这个比例好像不太 这个数字好像不太对 但是比例大概概念上是对的 就是变动成本会跟着增加 但是固定成本不会增加 固定的财务成本也不会增加 所谓的财务成本指的是借贷的利息等等的 所以最后扣一扣我的获利会成长很多倍 这个动作我们就是称之为杠杆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实物上的例子 这个是历经的财务报表 历经从民国94年到民国99年 历经是什么样的公司 历经是一个大型的电子半导体产业 所以它有很大量的厂房的投资 这个会影响到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们平常看公司的财报 看的就是最上面 公司94年赚了营收510亿 一般这个都是billion都是10亿 所以这个大概是510亿 95年变成920亿 96年又掉下来变770亿 好像公司会有一个波动 那我如果把这个所有的财报上的数据 画在一张图上 你们平常可能没有这样画过 我们来看一下 蓝色的是变动的百分比 是营业收入就是revenue的变动的百分比 revenue会不会上下变动50%或100% 很少公司 即使是宏达店说今年生意很差 最多往下砍大概一半 很少说股价可能往下砍到剩下只有5% 但是很少营收剩下5% 公司很少是这样子 所以历经其实是风险很高的公司 它的营业额上下变动的就是蓝色的 它的红色的指的是它的毛利 不算折旧的毛利 红色的会跟着上下变动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到最右边的税后净利 税后净利往上往下 从94年到95年往上变成400% 往下到负的800% 这个就是财报上的数字 就是我刚刚上一页的财报上的数字 所以回来我刚刚谈的 什么叫做杠杆 杠杆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真正的营业额的波动实际上没有这么大 但是透过公司的资本结构 再透过公司的股权结构 两个结构的关系 会放大它最后对股东来讲的波动的程度 这件事情称之为杠杆 所以呢 那我们杠杆的量度有两个 第一个呢叫做营业杠杆 营业杠杆量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件事情 营业杠杆的分子 你们这个小时候可能数学不好 但是没有关系 不用去 CFA考试不会考那个符号 符号是我们平常教学用的 CFA考试不会考那个符号 我的笔又叫不出来 好吧 笔叫不出来算了 我又卡住了 这个对于看录影的同学应该非常的困扰 因为老师的笔一直被卡住 好 考试不会考这个 不会叫你直接列这个公式 但是你平常练习 我上一次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讲 我们考试其实不再会考这些计算 很少 就算考计算也很简单 但是你们平常稍微要有个概念 这个分子 分子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我的比较不出来 所以我就用滑鼠的指标 这一个部分指的是那个 指的是EBIT 就是Earning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就是睡前习前净利的变动百分比 好不好 这个你们就把这个分子换成一句中文 中文就是 睡前习前净利的变动百分比 那如果你是念理工科的 你大概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分母呢 是QQ是产量 在这边我们是假设价钱固定 所以分母是营业额的变动百分比 所以营业杠杆是什么 营业杠杆就是我的营业额的变动 转换成睡前习前的获利的变动 那个增加的比例 所以呢 如果我们说一家公司的营业杠杆 如果我们说一家公司的营业杠杆是2 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如果一家公司的营业杠杆是2 就是Degree of Operating Leverage 如果是2 那么如果今天它的营业额增加了10% 它的睡前习前净利应该就会增加20% 定义上是这样子 反过来也是一样 如果这家公司今年的营业额减少10% 假设它的营业杠杆是2 它的睡前习前净利就会降低20% 会放大两倍 这称之为营业杠杆 好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量度 就是下面另外一个量度是财务杠杆 财务杠杆量的是什么呢 财务杠杆量的分子是EPS的变动百分比 分母是刚刚讲的睡前习前净利的变动百分比 所以一家公司的财务杠杆如果是2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它睡前习前净利每增加10% EPS会增加20% 定义上是这样子的 好所以以我这边举的这个例子 这家公司如果它的营业额增加10% 它的这个EPS会增加40% 被放大两次 第一次营业额增加10% 睡前习前净利会增加20% 睡前习前净利会增加20% 因为它是两倍的财务杠杆 所以EPS会增加40%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个我们称之为财务杠杆 所以我们一般外面讲 所谓财务杠杆高指的就是正确的学术的定义就是这样 指的是你公司获利增加的时候 你的这个EPS会变动的比例会跟着增加很多倍 好那 同学问说这个分子这个 这个基本上 对对对这个基本上是是是都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样子写 就是这样子写的意思是 你在很多书上面看到它这样写 它这样写的时候是表示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 我们通常不讨论价格的变动 那因为价格乘上了这个数量就是Sales 对所以你要写 你要写这个它的定义是EBIT 这个对不起我这样写 除上我这样写太急了 没关系就是分子的部分你要写它是Sales的变动 这个也都是对的 这个我刚刚特别解释一下就是 这个是这样子写都是对的 但是当我们写Q的时候 是要假设它的这个价格是固定的 有时候你看到一些 平常我们做一些练习题的时候 练习题的题目可能会告诉你的 是今年的Sales增加10% 也有可能告诉你的事情是今年的销量增加20% 所以这个公式有时候会这样子写 但是观念上要很清楚 实际上指的是Sales不是指这个产量 所以但是我们常常都会有这样这样子的公式 那你实际上不太需要真的去背它 真的不要去不需要真的去背自己个公式 虽然你在一些书本上面都会看到 那个观念对你们来讲比较重要 CFA考试几乎如果要考计算 大概都只会考到最前面而已 就是定义而已 不太会做后面的转换 但是呢 好 这个定义完了之后 下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道理 我们再谈一下道理 道理就要回到我刚刚的上一页 上一页就是我刚跟各位讲说 这个道理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营业杠杆会很大 以我这张图的例子来说 如果公司的固定成本很高 意思是什么 所谓的固定成本就是公司赚钱跟赔钱的时候 它都不太会改变 所以呢 如果公司的固定成本很高 我赚钱的时候 我的成本不会增加这么多 我赔钱的时候 我的成本也不会减少那么多 意思是说什么 我如果赚的时候会赚比较多 为什么 假设公司几乎所有的成本都是固定成本 那我明年收入增加了 我的成本不太会增加 那我就赚钱会赚的比较多 反过来说 如果大部分赚的钱都 如果大部分成本都是固定成本 我明年如果赚的营收变少了 我的成本还是一样多 所以我会变成我会亏损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营业杠杆 最主要的影响的地方 就是一个公司它的固定成本的比例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公司大部分的成本都是变动成本 今年赚钱 明年赚更多钱的时候 我的成本也会跟着增加 因为它是变动成本 我们所谓变动成本指的定义是说 它是跟着营业额改变的 我们称之为变动成本 所以呢 营业杠杆 公司不要管 除了公司你要背之后 背后的道理就是 当我的固定的营运成本越高 我的营业杠杆就会越高 那第二段呢 是财务 财务风险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这是我们刚刚的那一页 什么时候我的财务杠杆会高 如果我的钱 这个我们先讲一下EBIT 什么Earning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我常跟同学讲 这个简单讲 公司钱赚来就分给三种人 一种人是政府 一种人是债权人 一种人是股东 公司钱赚进来了之后 就分给这三种人 如果公司赚进来的钱 百分之百分给股东 也就是公司没有债权人 也不用管政府 我的Earning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就会跟我的股东 最后拿到的钱一模一样多 所以如果公司只有股东 他的财务杠杆就会是 财务杠杆基本上就会是一 就是获利增加百分之多少 股东就增加百分之多少 但是大部分公司不是 假设我公司有一半的钱是借来的 那就假如是什么 公司赚来的钱要分给债权人 也要分给股东 那债权人先分 而且他分的是固定的金额 所以公司如果今年 假设我有一半是债权人 我公司今年赚了钱之后 我先分给债权人 然后剩下给股东 明年赚更多钱的时候 我分给债权人会不会增加 不会增加 分给股东的增加的倍数 就会提高 所以我有越多比例的钱 是债权人出的 我的杠杆的程度就会越高 所以我们才会回来一个结论 一般讲法就是公司借越多的钱 你的财务杠杆会越高 意思是说 因为你借了越多的钱 你就越高比例的成本 就是公司赚来的钱 越高比例是固定给债权人 像剩下的股东拿的钱 只要今年赚多一点点 我就会多赚很多很多 反过来说 今年如果税前席前的获利 比去年减少比如说5% 但是债权人拿的是固定的 搞不好这减少了5% 根本就不够付给债权人 剩下对股东来讲 搞不好是亏损的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你们基本上这一章 只要学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定义把它记起来 第二个它背后的道理 把它听懂 这样子这一章就可以 然后呢 刚刚两个东西乘起来 称之为Total Leverage 就是把刚刚两个数字乘起来 所以 看我这边的公式上面 我就有写了Sales 有写Quantity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两个都乘起来 意思是什么 Total Leverage 就是营业额的变动 然后分子是EPS的变动 好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练习 A呢 这底下哪一个是正确的 A Business risk is the combination of operating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这个有点太无聊的 完全考定义 根据我刚刚的定义 这个不完全是对的 那因为我们的Business risk 里面没有包含financial risk 第二个呢 Since DOL Degree of Operating Leverage and DFL Degree of Financial Leverage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change of operating income When DOL changes DFL must change as well 对不对 好 就市值上面来说 这两个公式有相关系的事情 但是它没有到你一个变动另外一个非得变动不可 我们是可以透过某些调整做得到 一个改另外一个不需要改的 好 然后呢第三个 Operating Leverage is 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a firm's fixed and variable cost 对不对 观念上刚刚跟各位讲的就是 这个是对的 好 第四个呢 When the tax of a firm increased DOL will not be affected directly While DFL will probably change 好 公司的税 好 税的 公司的税负如果增加了 好 这个营业杠杆会不会有影响 回来看一下定义 营业杠杆是什么 分母是营业额 分子是税前洗钱净利 对不对 所以假设政府今年收了税增加两倍 这两个数字其实跟税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理解吗 好 为什么没有关系 因为一个是税前洗钱净利 好 公司不 企业不 这个政府不论收多少税都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跟税后的有关系 好 DFL会不会受到影响 好 我们就先就是观念上 好 看一下定义 分母是税前洗钱的改变 税前洗钱就是怎么样 还不考虑税的时候 所以分母大概不太会有影响 但EPS会受到税负的影响 好 因为政府拿了多了 我的税负就改变了 好 至于改变的比例要看政府的那个税是怎么抽的 好 所以不一定会影响到 影响多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题目本身没有讲到这么细 这个题目并没有告诉你政府的那个税怎么收 他只有说他增加 所以他可能会影响 但也有可能 刚刚好不会 好 也有可能不会 但是他也有可能会影响 好 所以就这个题目来讲 好 他的叙述只有写 他他如果写DFL will change 那可能就太过了 好 他只有写will probably change 就是可能会改变 这样的想法大概就是对的 好 所以 这一题的这一个 这两个是正确的 好 好 下面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是 做损益平衡 损益平衡 嘿 是 好 等一下 现场的 同学 我再讲一下 我这里的这个 刚刚各位讲一下这个 Risk麻烦 Cost麻烦 帮我改成Risk 这个是Risk 刚刚讲一下 然后业务风险 业务风险指的是 那个市场变动 所以如果考试问你说 以下哪些会影响到业务风险 你要讲的事情是 比如说外在的环境啊 然后是这个竞争者的改变 比如竞争者杀架啊等等的 这种外在环境会影响到公司的revenue 就是Sales Sales的改变 这个称之为业务风险 然后Sales的改变造成的 睡前洗前净利的改变 这个改变称之为风险 所以这个叫做Operating Risk 好那改变的幅度叫做Leverage 但是改变这件事情称之为Risk 好吧 这样应该 对对一个 基本上从业务风险 转换成营运风险的幅度 乘之为杠杆 这个风险本身指的是 那个值的变动 但是呢Sales的变动 放大了几倍变成 这个睡前洗前净利的变动 这个变动放大的倍数 乘之为杠杆 然后从营运风险放大成 这个最后的EPS的变动 这个放大的程度称之为杠杆 但是营运风 财务风险指的是你的EPS的变动 因为我们这边都谈股东 因为我们没有从债权人的角度 这个对股东来讲 EPS的变动称之为财务风险 好 好 然后 诶 随意两评分析应该很容易算 自己各位手上都有提本 下课的时候请练习一下 随意两评分析我就不算了 好不好 下一站 诶 我这边应该要停在这里 把我的这个暂停一下 好 永远 感谢观看